再见了时 出于模样 大姐 怎么突然来找我 是不是挑嫁妆的时候 又缺了什么呀 这么轻易就被你看出了 我的小心思 我呢 嫁妆里面还缺一套书 之前我在姐夫那儿看到过 什么书这么稀罕 让你那么着急来要 就是契丹初年 太子皇帝起人编写的一套 契丹八部家族谱戏 当初编印的时候 册数就特别少 所以现在可是个稀罕物呢 你要这个做嫁妆 因为 别让哥哥喜欢看书 哎呀 好姐姐 反正姐夫也不爱看书 你就把它送给我 好好好 我拿你没办法 我去拿给你办 哎 我跟你一起去 上次呢 我就在门口扫了一眼 就看到这一套 说不定还有其他宝贝 可以添妆呢 我帮你找啊 好啊 好啊 燕燕 你可不要淘气哦 这里有很多重要的公文 弄乱了就麻烦了 放心吧 我在爹地书房也经常这样 可从未弄乱过什么公文呢 好 你要的书 看看是不是 但是大姐 我还想要那个 那么高啊 让安息搬一把梯子嘛 安息 去吧 是 小心啊 安息 是 王妃 三小姐 是这套书吗 哦 让我看看 你小心一点 站在旁边 别添乱了 小心啊 哎呀 哎呀 这一个 有 大王 韩郎君可以拿到令牌吗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拿到的 初步 你切记 等我们走了以后 你立刻带着普尔和地利姑 去屋至大王府上 你我之间用飞鸽传书同信 记住了 是 叶叶 怎么样 领牌拿到了吗 当然 哥哥你赶快走 颜三哥一旦发现可就走不成了 叶叶 等我回来 我们便成婚 大哥 谁提笔镜子列面这承远 谁策骂小小长影思念 一举红颜江山万圈 大人哥哥 腾里天神 会保佑你一切顺利 平安地归来 我在这里等着你 等我回来 我 再见了 再见了 时 出于模样 等着我 柔情出俗语中长 永远漫不去心房 不忘 与您相伴到 白发苍苍 天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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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